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大连的路上呢 大家一旦有需求要停服务区呢 那我们停下来就得做个游戏 没有完成的呢 不好意思就不方便上车了 能给个机会不 我们咋办呢 我看他是动成格子了 他不会跟他闹笑话呢 我一看 这个肯定好 要不然我也不能他来的 随便 特等仓 特等仓 特等仓哥来 就是命了 再见了 怎么个这样的 这船真大 都可以开进去的车 四等在哪儿啊 这儿呢 这挺好 挺炫乎的 一等你看 哎呀大船哥 这真是有外洋口的 妹妹 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 可以一起来呀 哇 这也太美了吧 不好意思啊 我们俩聊一聊 你说 我们今天大规则是 每个人会买到自己的特产 东北特产 然后带上去是通过玩游戏 他们会自己决定 这个物价是涨价还是降价 所以其实你这个仓叫特等定价 特等定价仓 对你看我就说有括号吗 对他们那边玩什么 最终定价 我来定 是的 但是呢 你能不能定价 也是在看你在那个船上的表现 明白了 所以重任交给你了 所以其实他们在那玩 可能玩一晚上 他们玩得很开心 最后我把架给定了 对 他就啥不是了 是的 你看零一刀洞里 最后一块钱一个 他就值12块钱 对 是的 是那个意思 好嘞 去吧 再见 拜拜 咱俩这次看啥情况 明天天才见 明天天才见 好了 明天早上见 真惨了 太惨烈了 再见 我在别的码头 我先走了啊 码头都不一样 你可真次啊 哈哈 这就车会上车了 哦 我这船真大 做都可以开进去的车 这个船能拉这么多东西啊 这个船简直修的就像一个冰果 哇 哇 明天可以看到一点夜景 对啊 欢迎大家来到中华复兴号啊 刚才大家参观过了 反正仓位有高有低啊 是 大家感受还行吧 那那是相当的了 刚才大家在上船之前购买了一些东北特产 准备带到那个山东去销售嘛 还记得你们的价格吗 记得 然后我们最开始的那个价格呢 其实是采购价嘛 对吧 也就相当于是你们的成本价啊 我们在这个船上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是努力通过各个环节去取得定价权 我举个例子啊 这一轮我们获胜了之后 有一位他就可能会获得两个类型物型的定价的往上走 或者是往下走的权利 哦 就整好了就上了 整好就下了 不是不是 你说都算 你说都算 对的 然后呢 我们今天在船上一共是三轮保健 好 每一个大环节里面 是会有两个大类别的升降的机会 那么我们等会在一些小环节里面呢 是有单品的升降的机会 那洞梨成本价八块 它多呀 它得地 哎呦这个合适啊 对哦 哎 不准说别人啊 哈哈哈哈 比老颜就别人声音 我没有说别人 我说的是洞梨 你比老颜就别人声音 你把你们就把你自己买的干好就得了 我们接下来就进行我们第一个环节 啊 在我们东北啊 大家都喜欢玩一个游戏叫丢沙包 对吧 我听啊 叫打口袋啊 好 丢沙包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游戏 然后十分考验人的反应力 也是一名优秀商人 我们觉得需要具备的能力 啊 游戏商人需要具备就玩了 打口袋 就是对 反应快嘛 对吧 啊 也是 挺硬啊 挺硬啊 我们今天第一个挑战是甲板扔沙包的游戏 啊 你们看到你们身后有一条圆形的起始的线 有一个沙包在你们这个弧形的正中间 当我说三 二 一开始之后 你们都可以抢这个沙包 去扔别人 扔到别人之后 这个人就out了 淘汰了之后就请到后面去嗑瓜子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弧形这儿 再开始一轮 直到决出第一名 谢谢